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9日在北京同秘鲁外长 刚萨雷斯·奥莱切亚举行会谈 这是秘鲁外长刚萨雷斯·奥莱切亚 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王毅周一在钓鱼台国宾馆 欢迎他来访 王毅说中碧两国都珍惜和平 反对战争 智力团结 反对分裂 寻求合作 反对对抗 都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 反对单边和霸凌行径 去年11月 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 为推进中碧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怨童秘鲁共同落实好 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建交以来 我们的关系经历了各种 国际风云的考验 那么我们已经结成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来 我们双方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 取得了丰盛的生活 近年来 中碧经贸合作越来越紧密 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 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 王毅说 中国愿同秘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尽快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助力秘鲁工业化进程 秘鲁外长 秘鲁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 中碧双方也一致同意 就今年的会议加强沟通协调 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 北京报道